好 再过28分钟 侯永宜就要到军越来见客戈 最后一里路能不能够整合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紧张 那整合的最后一里路 其实蓝白盘算关键大揭秘 在早上有非常多的一些转折 先来看的是侯永宜 其实呢她就已经在一大早就表态说 今天会随时在马英九办公室来等候 因为从这里开始 那就从这里来结束 所以她的确一大早呢 就前往了马英九基金会办公室 但是呢其实来看到的是呢 这个柯郭他们在早上也先行 做了一个会面了 那距离登记参选 总统已经进入到数时刻 在他的领书也说 在此阵中的介绍他的占有郭台铭先生 而且已经正式邀请郭董 慎重考虑为在野整合 跨出重要的一步 那在早上的时候 其实呢在郭台铭家 柯文哲跟郭台铭也有做一个会面 那我们就来看的是 现在呢这个在军越饭店 柯文哲跟郭台铭说要等侯友宜来 那侯友宜原本在马办嘛 双方原本在不同地方 在那边互相等来等去 好就在刚刚这个确定 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侯友宜跟马英九要到军越饭店 好我们就来看看的是呢 这个朱立伦就国民党党主席就说 今天下午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了 所以诚挚地邀请柯文哲郭台铭 到马办一起坐下来 这早上的时候啦 地点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从早上一直都在等这个回应 希望大家不要再坚持地点 早上的时候就说不要再坚持了 那马英九他也表态说 会谈办在马办还不用场地费耶 还是希望三个人到马办来会谈 无论如何总而言之 现在又一个大转折 侯友宜跟这个马英九 他们确定在四点半等一下 马上就要到军越 来跟柯文哲郭台铭来做一个会面 那最近的联系我们赶快来关心 蓝白河等到这个最后一刻了 柯文哲还有郭台铭双方 都已经到了军越酒店 再等侯友宜过来 来现场进行所谓的三方会谈 目前现场最新的正好 我们时间联系的蔡平红 现在主播实在带您关注 蓝白整合最后一天的现场的状况 而现在记者的位置就在军越酒店 而郭台铭跟柯文哲 其实两个人包含他们各自的幕僚 其实都已经在军越酒店 就要等待侯友宜跟国民党的人马 来到军越酒店这边来一起来谈 但是其实侯友宜是坚持 一定要回到马办这边来 双方来三方来好好的谈 而就在刚才其实侯友宜也有派人 包含像是国民党的副秘书长江俊廷 以及侯友宜的副执行长谢震达 都有来到军越酒店这边 但是双方的讨论之下并没有一个结果 所以最后侯友宜的人马已经先行离开这里了 而其实在今天 的确是这个整合关键的这个时刻 而刚才的徐辅也对了今天的整合的意义 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今天是在野整合的最后关键时刻了 我们看到这个侯市长在前两天 有打电话给郭台平董事长 希望他做在野的统窟 那郭董呢也打电话给柯主席 柯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无关厉害当事人的第三方 希望三个人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 我们也看到了马前总统 在这一次在野整合他已经做的够多了 我们非常感谢马前总统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三位这个在野的总统候选人 可以勇敢的承担责任 三个人坐下来面对面的好好的谈一谈 现在包括了郭董 包括了柯主席都已经在这里了 那我们也拿出最大的诚意 希望侯市长可以赶快来加入会谈 好我们来还原一下整个时间 因为其实侯友宜在过去这两天的时间 都有打电话给郭台铭 那当然三方都有通过电话 我只是传讯息 而侯友宜这边则是希望 可以回到马办这边 而且要重新回去检视 过去的这个民调 他认为说在马办开始 就应该在马办结束 但是其实包含了郭办 以及科办双方的阵营 都认为说这已经是过去式了 而且在野整合 其实已经剩下最后一天了 所以应该三个人直接面对面的来谈 才是最快的方式 而郭办甚至摆出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计时钟 而这计时钟的这个日期 就是到明天下午的五点为止 而郭阵营这边其实也特别准备了包含 像郭办以及这个侯友宜 还有柯文哲 这三方所有包含本人总统参选人 以及各自幕僚的房间 以及这整个会议室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希望侯友宜可以赶快过来 那么以上现场的最近情况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给碰台主播 好的确再过二十五分钟 双方就要来三方就要来做一个会面 那当然最新的零线 其实在早上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 侯友宜就已经先到了马办 一路要等柯文哲来做个协商 而柯文哲则是邀请侯友宜到 郡阅三方来会谈会面 侯伴的发言李立真就说 侯友宜其实非常希望公开透明 她也的确有收到柯主席的邀请 而且的确就会再等一下 下午四点半再过十三分钟 要前往郡阅饭店 更多的状况时间先连线下雨 前面教练带来关心到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从早上十一点钟的时候 就到了马英州办公室来做等待 就希望能够跟柯文哲坐下来谈 不过柯文哲这边是希望说 能够有三方会谈 纳入郭台铭在军越饭店 在四点半的时候来谈 但是侯友宜一开始是很坚持 说要在马办这边去做一个 公开透明的谈话 因为她希望说从哪里开始 就从哪里结束 要一个答案 走到最后一里路 就是希望能够有 马前总统的见证之下 不过刚刚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 侯友宜将会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前往军越饭店 并且跟马总统一起到军越饭店 去跟郭台铭还有柯文哲来做会面 那这样的一个会面呢 会不会有一个结果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来做锁定 不过刚刚呢 其实侯友宜这边有声明到 其实原本说 柯文哲他在军越这边 准备的房间是三个房间 所以他认为说呢 有三个房间 这样是不公开透明的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在马办这边 但是侯友宜呢 依旧是有释出很足够的诚意 是希望呢 因为接到了柯主席这边的邀约 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 他决定在下午的时候呢 会前往军越饭店去做一个协商 我们来听发言人怎么说 马总统跟侯市长 刚才有特别派人前往邀请 柯主席跟郭董市长 主要是因为侯市长还是非常希望 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谈话 不过就我们所了解 他们准备的是三个房间 那这个比较公开的大的场地 要下午四点半过后才能够来使用吗 那侯市长就是非常希望说 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谈话 否则如果在小房间里头 让外界有这个密室协商的误解 其实也不太好 对这个情人手 我们的马总统也不太礼貌 不过因为刚才有看到 这个科办跟郭办 有透过不管是公开受访 或者是简讯 其实都有再三的邀请 因此侯市长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也会前往会谈 那么马总统也愿意做见证人 就让我们公开透明 走在野合作这一里路 好可以听得出来 其实侯办是一再的声明 不管是说走的最后一路 都是希望能够由这个主帅 去出面去谈之外 还是最终的决定 是在24号之前 也就是今天23号的时候 有一个答案 所以在今天 不管是侯友宜 郭台铭还是柯文哲 都会将会在四点半的时候 一起召开记者会 并且在军业饭店的时候 来做协调 到底谈的怎么样 正或负 或是最终的搭配是如何 就看等一下如何去商讨 不过基层也很忧心说 如果最后真的谈不拢一个结果的话 今天晚上会不会就像国民党前秘书长李杰隆说的一样 国民党会推出副手的角色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来做关心 以上是现场掌握最新 现场镜头 好的确 最新的状况 我们随时为您做最新的掌握 然后继续来关心国民党立委赖世保 其实就是侯友宜已经非常有诚意了 任何人来促成蓝白和台湾民众都会非常的感谢 不过前立委郭正亮说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参选人柯志恩很可能 到时候万一蓝白破局会被换取 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的副手 不过柯志恩还因此哭了整个晚上吗 柯志恩今天他受访的时候说 他虽然姓柯 但不是每个姓柯的都这么爱哭 他好像有反复某人 不过他也谈到侯友宜的搭档 柯志恩就说柯文哲仍然是 国民党的第一悠闲 我一直强调说 阿亮他大概只是反映出 他自己个人揣测可能的副总统候选人 但目前为止可以告诉他 这个前提本身设立就是不对的 所以我没有哭整晚 我真的是虽然是姓柯 但是我真的也没有那么爱哭 所以我只能说阿亮他自己 如果说是中外的选情的分析 你可以好好听一听 但对于女人的心理 你就随便听一听就可以了 我们都还是期盼能够是跟柯P 因为柯P往往做决定都在最后30秒 那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有30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选情是不断的在变化 以目前国民党的态度来说 我们还是准备着柯P 能够到我们这个团队过来 柯文哲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先了 但是30个小时之后 势必都要接牌 我想不管是白的阵营或是蓝的阵营 大家都能做好额外的一个 准备的一个功夫 但以现在来说 以蓝营来说 绝对最大的一个诚意 就是希望蓝白能够合 就在现在这个来看到的是呢 包括了侯友宜跟马英九 即将要从马办要来出来 他们要去军业跟柯文哲 以及郭台平来做会面 倒数25个小时最后一里路 蓝白合能不能够真的合 还是会在最后破局呢 目前最新的现场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先带您来直集时间 连线佳余来告诉大家 老板是往前加位置哦 好 主播觀眾記得現在所在位置是在馬英九的辦公室 今天呢是藍白先底牌的最後一刻了 就看今天有沒有一個結果 因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今天一早十一點的時候 就在馬英九辦公室來等待 等待柯文哲的一個答案 不過從早上十一點等到下午的四點半都還沒有等到 所以呢他們現在是決定去赴柯主席的邀約 也就是前往君悅飯店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呢 我們人是在馬英九辦公室的門口 那等等的時候呢 前總統馬英九呢會從側旁的車道離開 那侯友宜呢會走出這棟樓的大門 那也會前往君悅飯店來做協商 不過我們可以了解到的是呢 兩方的主張還是各自不一樣 至於說等一下在君悅飯店會不會舉行三方會談 是由侯友宜以及柯文哲還有朱立倫是不是會去 或是說前總和馬英九是擔任一個協調者的角色 都要等到侯友宜以及馬英九到君悅飯店才會得知 那我們現在現場畫面看到的是呢 侯伴的發言人吳亮賢直接說就是等一下侯友宜已經準備要下來了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其實我們一早就在掌握說到底協商的進度是如何 但看起來柯文哲現在呢是沒有要打算協商的 而是希望呢能夠以三方會談的方式去談妥到底最後的一里路要怎麼走 那原本呢侯友宜的態度相當的堅定是要在馬英九辦公室做等待 所以呢一路是從早上11點一直等等等到下午的時候 他強調要走完最後一路在哪裡開始在哪裡結束 所以看起來呢這個藍白協商的過程並不是在馬英九辦公室結束 而是會在君悅飯店做一個結束 那我們也可以在君悅現場的畫面可以看到 就是在這個現場有看到這個倒數計時的時鐘 一個是呢等待侯友宜的時間 也一個是侯友宜等待的時間 所以時鐘呢是從早上的11點鐘 然後到下午的時候呢 柯文哲以及郭台銘在下午三四點的時候抵達君悅飯店 然後呢也有雙方的幕僚在下午的一兩點的時候 也到飯店來做會談 那他其實呢下午談的一個過程呢並沒有相當的清楚喔 所以呢其實主帥都要出面來做協調 那現場畫面也可以看到喔這個大美金開了 那也可以看到侯友宜已經是身穿著黑色的西裝 以及白色的襯衫要走出馬英九辦公室喔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從早上11點鐘到現在 其實氣色還是相當的好 來問一下他怎麼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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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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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小心 不好意思 走左邊一點 走左邊 不好意思借過一下 借過一下 謝謝大家 小心 後面不要急好不好 不好意思 等一下開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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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借過一下 小心 借過一下 小心 我們趕快時間報一下 先借過一下 會選擇讓步 為什麼會選擇讓步 借過一下 等一下口音說明 小心 小心 後面小心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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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小心 小心 借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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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拜拜一下 借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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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謝謝 謝謝 不要腿擠 太危險 不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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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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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 等一下 怎麼落 好 大家可以看到現場畫面嗎 就是我們剛剛還在依舊的等到侯友宜的車子離開 所以剛才現場掌握的畫面就是侯友宜的灰色座車 他說不要拍到車牌 不要拍到車牌 正要離開 那我們現在也看到了 其實侯友宜呢 他現在正要前往軍樂飯店的路上 那一樣呢 是可以感覺得到呢 侯友宜呢 是保持一個比較平常心的心情來做 希望能夠跟柯文哲來做協商 那其實我們現場畫面是可以看到 不管是說侯友宜呢 獨自的走出馬辦的辦公室 還是說呢 他剛剛都沒有回答到媒體的提問 因為呢現在象徵性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他現在決定要移到軍樂飯店是 難道是要妥協了嗎 還是說呢 原本說從哪裡開始從哪裡結束 但是結束的地點是必須在軍樂飯店 必須是由馬前總統的見證之下 來當一個統括在野整合 還是說過局或是合作呢 都要等到五點的時候的侯友宜開 記者會大家才會知道這三方會談到底談了什麼 但是侯伴依舊的是在強調 希望能夠公開透明的來進行藍白協商 以上醫生我們找到最緊急 想要盡頭 在彭琳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icht便人 提供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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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